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玛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四项神兽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为什么突然想聊这个呢 还是因为阴阳师手游 因为我看到这个月的花核战皮肤中出现了白虎 说鬼切曾经遇到过一只侍奉在天皇左右的白虎 它们还成为了挚友 如今当年那只白虎和今天的奶切合体 变成了这个月的花核战皮肤 看来阴阳师的编剧真的很喜欢挚友合体这种元素 那这里的白虎肯定是有梗的 因为现实中的平安晶 就是一座根据四神相应理论建立起来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 平安晶是真的有神兽存在的 说有一只白虎侍奉在天皇左右 其实也没有太大毛病 只不过这只白虎的真实形态 肯定和游戏里的是不一样的 我在之前讲解四大月灵的视频中提到过 环武天皇是为了躲避早梁亲王的诅咒 才迁都平安晶的 因此平安晶具备着非常完善的玄学buff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buff就是四神相应 平安晶建在了一个被四象神兽所守护的地方 那么四象神兽到底是什么呢 显然不可能真的是指四种动物对不对 四象神兽其实指的是四种地形 根据日本人从中国那里学去的玄学理论 一块好的地方需要背山面水 北部的山就是玄武 南面的池塘湖泊或者河流之类的就是朱雀 然后东西要有山丘通常是低于北面的玄武的 这就是青龙和白虎 那么大家可以大致想象一下 这个理论就是说一块好的地方 它的三面要被高地给围起来 剩下的一面还要有水 这就是一个藏风至气的风水宝地 那我相信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通过什么玄学理论 大家平直觉都能感觉到把城市建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会让人比较安心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京都的变迁历程 从藤原经到平成经到长岗经再到平安经 明显平安经是最符合四神相应的 它之乎就是被卡在了一个凹槽里 因此日本人认为它的玄学buff是最强大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日本不仅会搬运中国 他们自己也会发展创新 四神相应理论后来就被他们慢慢地给改编了 现在四神对应的关系 日本版已经和当初的中国版不一样了 我们还是以平安经为例吧 北面的玄武还是山 这里应该是传岗山吧 南面的朱雀对应的是湖泊 京都的南面本来有一个巨粮池 但现在已经被填掉了 所以已经看不到了 然后东面的青龙对应的是河流 京都有一条鸭川非常著名 它就是在市中心的东侧 西面的白虎对应的是山鹰道 那里从古道经都是一条交通要道 这就是日本版的四神相应了 我个人感觉日本版听起来好像会更加合理一点 青龙对应的是河流 白虎对应的是大道 这似乎更加符合我们的直觉 不管是中国版的四神相应 还是日本版的四神相应 平安经都是符合的 只不过因果观是不一样 他们是根据中国版的理论建立起了平安经 然后再以平安经为模版 归纳出了日本版的理论 前者是先理论后实践 后者是先实践后理论 大家明白这个区别吧 我个人是完全不相信任何风水学说的 尤其是放在今天 设置到各种经济利益之后 我会觉得压的都是在骗钱 但是四神相应 我感觉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原始朴素的认知 不是要上升到什么理论 你凭直觉也能感觉到 符合那样条件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好地方 你想北面有山 南面有湖泊 东面有河流 西面还是交通要道 这个不需要扯什么玄学 你拍脑袋都知道这是一个好地方对吧 所以我觉得四神相应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那么这就是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的青龙白虎猪雀玄武四象神兽的这么一个玄学理论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今天的视频其实还是有隐藏内容的 但是隐藏部分内容完全是成人像的 所以请未成年的朋友不要看下去了 关掉视频好不好 给你三秒钟时间 三二一 OK我默认留下来的观众全部都是成年的观众 我要接着往下讲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位非常著名的AV女友 叫初穿男 Hatsukawa Minami 她所在的偏商叫做Moodies Moodies就是一家非常讲究四象神兽的AV厂商 这家厂商在同一时期会推出四名头牌女友 来对应四象神兽 那初穿男就是其中一位 她为什么要叫初穿男这个名字呢 这显然是一个艺名 显然是故意要这么取的 因为她就是Moodies里朱雀宫的公主 朱雀对应的是男 所以她的艺名里必须要有男 另外 Itochinami 伊东千奈美 东青龙公主 西宮好美 西白虎公主 Kitami kanami 北剑香奈美 北玄武公主 Moodies池下会有四名女友的名字 分别包含东南西北 这不是巧合而是故意要这样设定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女友这个行业更替是非常频繁的 有些人刚出道很快就隐退了 所以四项公主也是会发生交替的 比如白虎公原本是 西川游衣 后来她隐退了 那么西宮好美就顶上 我以上列主的所有名字 可能现在都已经隐退了 有些位置可能都已经换过好几轮了 那么现在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 我也懒得去查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东南西北各一个的规矩 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 如果你有看到哪一位女友 她的名字里包含东南西北 那么她这个艺名 有可能是那家AB片商 为了凑齐四项神兽Buff 而故意要这么取的 这个并不绝对 只是说有一部分 存在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最后想要补充给大家的知识点了 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用的知识 但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有趣 好吧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没有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